大盤連續三天出現了一個上漲的格局 投票接下來的行情甚至到年底 是決定各位今年度的一個獲利 能不能夠反敗為勝的最重要關鍵 接下來行情該怎麼做 什麼樣的股票可以做選擇 今天節目通通告訴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威恩老師 那我們看到說今天的大盤 再度上漲了141點 從上個禮拜四到禮拜五到今天 連續性的出現了一個大漲 三天漲了600點 那不禁就讓我想起來接下來 到年底 我講的年底是12月31號 到12月31號其實這段時間的行情 會相當的精彩 而且會決定各位 一整個2023年能不能夠 反敗為勝的最重要關鍵 那其實 在這個假日我 看到一個訊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在講什麼 現在的通膨率 已經超過了 薪資成長率 什麼叫通膨率 通貨膨脹嘛 就是東西越來越貴 對不對以前 一片雞排60塊 現在100塊 以前 一碗麵 30 現在 80 對不對牛肉麵沒有200塊不叫牛肉麵 150以下叫牛肉湯麵 不一樣嘛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通貨膨脹 你可以用的錢 變少 所以你本來可以用這麼多 然後呢你可能 接下來就切3塊 懂什麼 本來可以用這麼多然後接下來你要切3塊 慢慢的用啊慢慢的省時間用 這個很明顯就叫通膨率 通膨率 但是我們政府也講啊我們的國民薪資都有成長啊 對不對薪資都有成長啊 對低工資也往上調啊 但是呢 通膨率已經超過薪資成長率 那就代表一件什麼事情 你的薪資成長是跟不上通膨率嘛 所以你的實質的購買力 在下降 對不對 這樣各位應該懂我意思啊 所以呢接下來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投入到股票市場 為什麼這麼多人 要進行投資理財 你看那個ETF 買的那個規模之大為什麼這麼多人 前鋪後繼的投入 各位尤其是 這一個月喔 應該算10月份吧 10月份的行情其實不好啊 可是ETF的規模 卻是 債創新高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啊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這個啊 原因就是現在的通膨率已經超過了薪資成長率 喔 答案在這個地方 原來答案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各位朋友 在年底之前 我建議大家真的好好的理財 好好的投資股票 好好的投入市場 那怎麼選股 那些買賣點 我們會 有一套方法 好我們會有一套方法 這裡不用擔心 好這裡不用擔心 你看一下今天的一個新聞 各位你看 手機相關的IC廠 贏客戶的加單潮 手機相關 欸 這個不就是我 跟各位講了一個禮拜 AI下放到哪裡 AI下放到手機 消費型的市場 消費型的NB PC 各位對不對 今天新聞是不是開始出來了 完全驗證我們的講法 為什麼 因為聯發科在創新高 各位對不對 聯發科在創新高 那就代表今天什麼事情 手機的市場在復甦嘛 不然為什麼今天聯發科 會快900塊 為什麼今天聯發科 會創新高 答案是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微軟最近會漲 好 那為什麼最近漲了三天 各位 為什麼最近漲了三天 鮑爾的談話嘛 市場上面要找什麼 降息的線索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只要再降息 哇那股市就用噴的噴出去 他現在是講說我們不升息 已經第二次講不升息 年底他說 當然他沒有講死 但是其實不升息的機會也是很高 反而是市場更在尋找說 你有沒有可能 降息 你降息的話我跟各位講 真的台北股市就往上噴了 直接就噴出市的 表現 直接用噴出市的表現 好 所以我們剛才講 投資理財的重要性 為什麼 通膨已經超過 你的薪資成長率了嗎 各位其實你在生活當中 其實不只是 吃的東西 各式各樣的消費 水啊 電啊 油啊 對不對 瓦斯啊 任何各式各樣消費 不管是奢侈品 非奢侈品 民生必需品 全部都在漲 所以大家 為什麼 一定要進行理財 一定要進行投資 答案就是這個地方 可是進入到股票市場 並不是說都會賺錢嘛 對不對也是有風險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節目當中要告訴大家哪一個地方是機會 哪一個地方是風險 什麼地方要好好掌握什麼地方要避開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的節目的責任 也是文藝老師所擅長的 也是我們所擅長的地方 好 所以各位我們來看 我跟大家講什麼 來 禮拜天的時候 各位我們週末 加班啊 不停歇 繼續跟各位講 11月5號禮拜天 我跟各位講 下週的台股就是 今天嘛 會以大型全市股為主流 特別是電子 跟航空股 值得投資朋友多多留意 所以我會跟你講投資的方向 這是我們的Light 這是我們的Light 我會跟你講我們投資的方向 那你看今天的行情 今天台北股市加權指數貢獻由台積電 廣達 聯發科 維銀 有沒有 由這些股票貢獻漲幅 所以跟我講的是不是一樣 大型全市股為主流 大型全市股為主流 量大股票為主流 再加上說我跟各位講的 來 上個禮拜三 這個地方 萬六的時候大家擔心的要死 我跟你講會反彈對不對 反彈了三天 那禮拜五我們跟大家預告今天開始會震盪 各位是不是開高之後開始橫向震震震震震震 連威勝 拉高之後都殺下來有沒有 那個震盪是不是開始加大 好 所以各位同學你看整個大盤 其實依舊是盤整格局 選股為重 因為為什麼我們先確定一件事情 大盤還會不會有再破低的風險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告訴大家的 這個機會非常低 為什麼非常低 你聽我講 為什麼非常低 我跟各位講過嘛你看這個 我們跟各位報告這個消息你看就知道嘛 因為包羅已經講了 對不對市場在找降息 當然我跟各位講不用降息 不用降息 你只要第12月 那個 年底的時候 不要再升息 整個 台股股市就算是安全 那也就是說他破底的機會 再次回到萬六機會是非常低的 那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大盤一定是怎樣 先出現反彈反彈回到什麼盤審格局然後再補量上攻 翻多 這個盤就會繼續往上做挑戰 各位對不對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說 如果這幾天 真的我們最近很多投資朋友都有看到我們的節目 有看到 有幫助有賺到請加LINE 我們一起來賺錢 那加LINE裡面的好處是相當多啊 就是說 你有股票的問題 你可以來問我為什麼因為 我相信還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你現在想的是什麼 手上持股跌真的跌假的 因為今天連漲三天也不代表所有的股票都在漲 是挫殺轉空該換台的續報 請加LINE來詢問 請加入群組來做詢問的一個動作 讓我幫助大家 那當然除了可以 在上面 得知一些這個你可以在上面問問題以外 盤中的部分 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盤中的部分 甚至像假日的部分 我們也會跟各位講我們的分析我們的見解我們的觀點 都會跟所有的投資朋友 做報告 所以呢 加入我們的LINE 是有很多很多的 好處 邀請大家 一起來加入 好我們再繼續再講 所以盤面的一個格局當中 怎麼去做觀察 因為 沒有 可不可以你們不記得 這兩天在行情在跌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請你去看一件事情 我請你去看大盤的周線圖 我說那個時候我說這樣看起來像空投嗎 不像對不對 不像對不對 但是上個禮拜是不是大家都怕得要死 真的啊大家都怕得要死啊 AI那個拜登那個精靈一出來對不對新的精靈出來當天跌300點 但是我給你看的是周線圖我就問大家 對不對我問大家 這樣看起來像空投走勢嗎 有時候你格局要放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看事情 你格局放遠你的眼光放遠 最終你就能夠得到什麼 漂亮的績效 但是如果你的 你常常會受到情緒的影響所以我才說什麼 趨勢唯有 情緒是你的敵人 趨勢是你的好朋友 情緒是你的敵人 在跌的時候有利空的時候一定會擔心 但是好朋友是什麼 就是我嘛 我們是站在趨勢這一邊 為什麼我說我們站在趨勢這一邊 我跟各位來分享 你看 貴買喔你看貴買今天翻多 所以代表資金的 活躍性是提高了這是一件好事 貴買指數就是OTC代表是上貴的中小型股票 那這個族群翻多了 就代表一件事情市場的資金會開始比較活躍 那開始比較活躍 自然而然就會帶動一些類股的輪動類股的上漲 對不對我也跟各位講過啊 貴買指數的周線圖你看起來覺得這像空投嗎 各位像空投嗎不像嘛 對齁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我們的格局把它拉遠 你會發覺你所看到的風景是不一樣的 就像今天的消息一定會講啊這個 那個如果你有看棒球的話 板神虎 睽違38年 躲下冠軍 人家都可以等38年最後還是獲得甜蜜的果實 雖然中間過程很辛苦啊 不過我相信投票你在投資的過程當中一定是碰到 很多的 所謂的坑洞啊很多的陷阱 很多的坑坑巴巴 但是我們有信心到最後 你能夠迎向甜美果子 就像 板神虎這樣 到最後他還是拿到冠軍 雖然經歷很長時間 不過呢只要最終結果是好的 中間過程是辛苦的 我覺得那 也都 過得去都值得 好所以各位我們再繼續看 各位你看喔 像這個長榮行 你看這股價跌這麼久了 跌這麼久了 今天沒有漲 對不對 但是已經出現翻多了 這是非常重要的訊號為什麼因為他是跌很深的 所以現在投資股票的 模式是有兩種一種叫做高度成長 一種叫做 價值低估 高度成長他代表什麼 右上角的股票 像最近那個聯發科 有沒有 右上角股票叫高度成長 價值低估了在右下角 就在這裡右下角價值低估 長榮行是價值低估嗎 對不對價值低估 後續是蠻有看頭的 我覺得你可以注意 再來富橋今天高度漲停板 他代表是AI上游 他就代表什麼右上角的股票 那你看到說沒有 為什麼我要這樣跟大家來分析 你看前面他這段時間其實都在橫盤整理 都在橫盤整理今天 帶量突破 他未來會有一番新的 格局 那現在的股票並不是說 基本面為王道 為什麼我給各位看你看 富橋基本面好嗎 沒有富橋是賠錢的喔 富橋是虧錢的喔 長榮行 你看他EPS有很漂亮嗎沒有很漂亮喔 但是他踩什麼低估計 他踩住的是提债 所以不太一樣 每一個 行情每一個市場上不太一樣 有時候很著重基本面但是你發現什麼 這段時間這段格局並不是著重基本面 那另外各位你再看 威勝 你說他獲利有很好嗎也沒有啊 你有沒有發覺 最近在漲的股票都不是獲利很好的股票 欸對喔你有沒有發覺 所以其實 投資要活 要靈活 絕對不是死守 市場倉庫 絕對不是死守市場倉庫 因為你死守市場倉庫 如果永遠只有一套做法 那各位很快就會被時代 所淘汰 與時俱進 就是不斷的進步我每天都在學啊 我也每天都在學習新的東西啊 我也每天都在 都在專研新的看法 所以我們的觀念才能夠不斷的進步 所以各位你看 威勝 威勝 今天是創高拉回 但是有愛他的多方格局了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要找買點 今天很多人都一定很怕啦 甚至很多人去追高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去追高的不知道該怎麼做的齁 真的趕快 趕快的加LINE 你去追高的不知道怎麼做的 請 加群組讓我幫助你 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去追威勝 很多人去追威勝但是今天他是一個拉上去 差點打到跌頂板 該怎麼做 對不對該怎麼做齁 請加入我們的群組 上面 請你來做發問為什麼因為我們跟各位講很清楚啊 上個禮拜五我不是告訴各位嗎 他要突破這個145塊之後一定會幹嘛 大幅度的震盪 不要亂追 各位對不對 你可以 去 點選一下我們禮拜五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所報告的跟大家所預告的 跟大家所預測的我跟大家預測什麼 威勝因為禮拜五他的漲停板就是145塊 但是他前一波高點就在這邊 就是145塊 也就是說今天勢必幹嘛 一定會幹嘛震盪 然後呢今天開高之後 灌到跌頂板 尾盤稍微 拉上來 所以那個空間 空間感各位要知道該怎麼做操作 每一檔股票那個 動作你要必須很清楚 再來群創 群創很多人說老師這個 這電視面板這個 真的有搞頭嗎 我跟各位講 現在群創跟友達是進入到什麼 進入到 汽車 車店 醫療 他不再是 電視啊 因為 你如果用電視的角度跟電視的格局去看他的話 他就是景氣循環股 他的本益比就是很低 他就是不會漲 但是現在友達跟群創 已經很明顯嘛 打入車用AI 打入車用AI 所以各位你看喔 他的格局是很相同喔 你看群創 翻多對不對 你看友達有沒有翻多 友達也有翻多 友達也有翻多 群創也有翻多 對不對 他們是同時翻多 那代表什麼 代表可信度就很高 你如果說只有一檔翻多那 不一定 可是他們是同時翻多 那我覺得就值得各位 值得各位做留意 友達群創都是如此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我今天跟各位講的股票都是什麼 好像獲利還沒有起來喔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為什麼都在漲 為什麼都在漲 股票市場是會變的 股票市場是會變的要看狀況 再來你看這是右上角股票 安國 這種股票你要做你如果不會做你一定要來找我 為什麼 這種股票操作難度更是高 更是高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變成IP股 他併入這個新核半導體 所以安國已經變成半導體的股票 IP的股票 他不再是 過去大家所 認知的那個IC設計 他變成了IP 矽智財股票 矽智財股票 誰是股王 四星KY 四星KY就是台股股市當前的股王 所以你說IP股票 會不會成為當紅炸實機 好 所以我跟各位講嘛 右上角的股票操作難度都會很高 為什麼因為他一個震盪就會幹嘛往下刷 可是往下刷的時候你要知道他是買點還是賣點嘛 對不對 他是買點還是賣點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你操作股票 要知道四個點就會贏 你要知道買點 賣點 高點 低點 你就會贏 你知道這四個點就會贏 這是最重要的 標的我都幫各位挑選出來的 你不用擔心 只是我還是重複那句話 像安國這種股票裡操作是需要 需要 需要人幫忙的 友達跟群創我在這邊分享給各位沒有關係為什麼 這都給各位看啊 長榮行那個我都分享給各位那個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那個就是等壓回早買點 可是像安國類似這樣子的股票喔那個你自己操作 各位我就不是那麼建議你自己做啦 因為這個真的需要技術 可是 右上角的股票偏偏又很吸引人 然後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因為為什麼因為他很容易會漲啊 動不動就漲平板 會讓你很想去買 那你又會害怕說會不會買錯點會不會追高 對不對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專業的協助 專業的幫忙 好不好所以呢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投資好朋友 各位 你看我們從盤面 從上個禮拜 低點那一天我們跟各位講那個拜登的禁令 各位你不要太擔心 後面你看連續反彈了600點 連續反彈了3天 連續反彈了3天 所以我跟各位講 股票的操作你不用擔心你交給我 台股中年慶 買一送一的活動 推給大家台股中年慶 買一送一活動這次我遠在 算是在來摸了頭顧之後首度 推出這樣的 買一送一的活動給大家大家就好好做把握 好做把握那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齁 我相信還是有 請家全組讓我幫助大家 接下來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第二段 會繼續跟大家分析 大家很關心很關心的股票 該怎麼做操作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好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現在的通膨率已經超過了薪資成長率 這句話 我想觀眾我想投資人很有感 現在大家一直在想這個通貨膨脹率這麼高 雖然我們台灣講說通貨膨脹率 跟世界比起來我們很低啦 但是你出去外面消費你就有感覺就像我假日 我帶小朋友去 吃個東西 我隨便買一下 吃飯而已喔 我也沒有去特別高檔的 因為家裡附近嘛簡單吃 隨便點一點快1000塊 真的我會看到怎麼 價格跳這麼多 我真的看一下真的很多東西什麼 都漲滷肉飯什麼都漲價 湯一碗都快100 真的隨便點一點 也沒有很認真點 我也沒有刻意去很高檔的餐廳 就快1000塊 一餐而已喔 所以代表什麼 通膨率已經超過你的薪資成長率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為什麼最近那麼多人 就算行情不好還是前撲後繼去買ETF 大家都要理財 有一句話叫做人不理財財不理你嘛 那理財要理對邊 你理錯邊只會越理越糟糕 對不對會越弄越糟喔 撿不斷理還亂喔越來越糟糕反而不見得是好事所以 你要理 就要理正確 那怎麼樣理正確第一個觀念要對 方向要對 買賣點要對 OK所以跟我們來看 像這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定理投控 車用的 現階段其實已經轉入到中心格局 這一檔股票其實啊 他的最佳甜蜜點已經過了 我先跟各位講因為我為什麼要去解他因為 我知道還有很多投資人在裡面 都很關心他希望他會漲 但是 難度很高他會進入到橫盤整理 之前是轉空嘛那最近這幾天 被大盤帶上來但是你們發覺 大盤漲了600點定理投控有沒有漲 漲很少 為什麼你看這三根K線 這三根K線就是大盤漲600點的時候嘛 那請問他有沒有漲有漲可是漲的真的是一咪咪啊 一咪咪 所以如果你對他還有所期望的話真的可能要 短線上面要稍微 做個轉換啦做個轉換 這是電影投控來我們再看 像這個是系統各位 各位記得嗎禮拜五 解禁拉高結果往下殺 他的最佳甜蜜點也過了 為什麼前面最佳甜蜜點在這裡 這一段最好賺應該這一段大家來賺 而不是在這邊 才去幹嘛搶進搶出那個時候 你的風險會大增 就是說 我這樣講 這一段你的報酬 很高但是風險很低 但是這裡的你的報酬很低風險很高 CPE值性價比你一比聰明如你你一比就知道嘛你現在 現在不是在這邊 拚命在這裡操作或是期待他要大漲的時候並不是 你也不用去猜去賭說他分盤交易 解除之後他 觀景幣放出來之後會大漲 禮拜五漲一天馬上刷下來啊 禮拜五不是跌停板嗎 今天有漲但是漲的也不多啊 那也就代表說禮拜五去搶 搶 開高的人現在 還是 全部 套勞 那你看 這裡我跟你講這裡是 報酬低風險高 這邊是風險低報酬高你要選擇哪一邊 你要選擇哪一邊 這很重要來聯電一樣 一模一樣的 的狀況 現在是整理格局 所以這檔就是幹嘛多看掃作 這是聯電 再來跟頂 車用零組件跟頂 今天是往下刷 前面這一波各位投票 是多方格局有沒有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其實都很好賺 但是這裡他也會進入整理 可是呢他因為還沒有轉空所以原則上 也不會有說急速下殺的風險 但是 如果你把錢放在這邊 就會進行到無效率的投資 為什麼因為最近 這個 特斯拉 甚至中國的比亞迪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表現 所以 你有沒有發覺 最近車用的股票比較沉積 那另外像聯電有沒有 聯電已經連續漲了三天了 連續漲了三天 他帶這個成熟製程 成熟製程 但是現階段我跟各位講 這裡就是也 頂多是一個整理格局 那我教大家 這種股票怎麼去賺 你可以在他沒翻空之前 去做切入 有沒有 彈上來喔 對不對這邊大概46塊47塊 彈到49塊嘛 短線做個兩三塊的價差也可以做 只是這種你是手腳要快因為這種你就是去 去買買他這個 價值低估嘛因為他比較偏向 這個右下角的 個股 所以右下角就是什麼 價值低估嘛 聯電的本益比很低啊 九倍多位聯電本益比很低啊 所以是逢低買 那如果是高速成長的人 你就知道幹嘛 趁他在標的時候趕快買像系統嘛 系統很擺明就是高速成長 他絕對不是價值低估的股票 他價值 高估嘛 但是他高速成長 那什麼股票會有危險 反過來你就懂啦 價值高估的或是低速成長的 這種股票就會有風險 像鴻海 對不對鴻海為什麼會 有人講他是政治問題當然或許是 可是他是不是 成長已經開始變慢了 對齁 這樣各位有 理解嗎 這樣各位理解嗎 所以各位你看 系統 聯電 梗鼎 再來 實權 對不對 這個 連線當作我都跟各位講過嘛 記憶體的 各位同學你聽說 他最近很飆右上角 但是他們賺錢 沒賺錢 你看又來 有沒有 最近在漲的股票其實都不是 獲利很好的公司 可是他具備什麼 你要嘛是價值被低估的要嘛是 高度成長的 實權是什麼AI 記憶體模組 他有獨特性 所以最近股價比較標那這種股票一樣 操作這種這種就像安股一樣 這種的股票你要做這種股票一定要來找我 或是你加賴來詢問 因為這種股票需要技術 我先講 想在前面 操作這種股票需要技術 絕對不是一廂情願就是反正給他買 萬一哪一天殺下來怎麼辦 對不對你要想一下你要想到這件事情 再來3105文貌 PA 翻紅收12345連漲5天 連漲5天 這個股票一樣操作已經漲 連漲了5天這種股票操作你就需要什麼 你就需要我幫助各位 你可以加我們的群組來問 什麼價位啊或是說 什麼點位啊或什麼什麼樣的一個狀況是一個比較好的 切入點位 我想都會跟大家 來做個這個分享跟規劃所以你看盤面的部分 接下來 你看 整個盤面反彈了3天反彈600多點我們是不是先跟大家講 所以各位有看到有幫助有賺到請加入群組我們一起來賺錢 加入群組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你手上有股票的問題可以來問我 你可以來問我 第二個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訊息 會在裡面跟大家講 很多訊息像假日我們假日也不打烊啊 盤 早盤盤中盤後 我們都會服務大家 不用擔心 我隨時在 我隨時在 我們都會服務大家好不好 那在文貌 再來你看像這精神科 多方格局 但是他已經是右上角一樣 操作起來你一定要來找我 我跟各位講過右上角的股票 通常是比較會漲 但是操作難度也很高 你要在老虎上面拔牙對不對 各位你看你就需要 工具啊你就需要技巧 你就需要技巧 所以 這些相關的 技巧 相關的一些 工序 怎麼做一個掌握的話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邀請大家一起來 我們台股中能性 買一送一的活動 買一送一的活動 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是措殺轉空 該換呢 還是續報 請加入群組 讓我幫助各位喔 好不好OK 那原則上我們今天節目 跟大家 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 操作尊利喔記得有問題 歡迎跟我們做聯繫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 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